嗡雷雷的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高伟光 欢迎收看本期的美妆心态 对于我的长相是有一些人这么问 但是其实我父母知道的长辈里面 其实都是没有的 还过得去 还过得去 八分嘛 其实我还是很年轻的 我想着是我能给大家展示我更多的不同的面 可能只是老干部是其中的一面而已 我也很有年轻很年轻的一面 像老干部其实有的时候我喜欢晒晒太阳 晒太阳 去喝喝咖啡去晒晒太阳 享受一下下午的阳光啊 所以很多人觉得你的年纪够了 我觉得靠脸吃饭没什么不好 对如果能有才华那就更好了 我现在真的比较在意会衰老 对其实我觉得爱美之心人节有之 但是年轻我觉得可能年纪小的人他们感觉不到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觉得还是年轻好 我觉得日常的这种水和霜乳液啊这些 还有眼霜是一定要服的 对可能年轻没有关系 但是像我这个年纪了 对其实我也不老了 我也很年轻 只是只是余伟文偏多一点 但是我觉得健身是一个需要坚持的一项运动 很多人他可能今天想去健 我就去练一练 然后明天累了就不想去了 这样的话其实是效果不是特别好的 我就属于这样的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练几个月又歇了 一练几个月又歇了 所以如果我要是能够一直坚持的话 我觉得要比现在的状态会更好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持之以恒地去对待这项运动 大家了解我们密解应该是更多是通过镜头 因为它的曝光率实在实在是太高了 所以基本上都不用我去多说 但是呢我觉得它给我们的更多的是一种燃和正能量 就像真正男子汉一样 我觉得它真的是燃爆了这种 给人看完以后真的是 做任何事情都会有 会无形的力量 这种信心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非常的牛 在工作中我会有 生活上我可能会更多的去 考虑到父母 父母的感受或者是朋友的感受 因为东北人吧 可能我吃 我可能比较去爱吃东北菜 然后像我们家乡的冷面我也很爱吃 很平凡 但是我觉得它有它独特的味道去吸引我们这些东北汉子 如果非要从这两个人里面选的话 我觉得凤九会我会更喜欢一点 因为都是我演的嘛 所以都有我的影子了 肯定都是我去诠释它的 你要说有特别像的好像都不是特别像 只是有我的性格的一方面 对然后在镜头前又必须要把它放大到极致而已 对 其实它们都不是特像我 但是它又都有我的影子 那一定是反转巴黎香水